5-6-6-7-8-9-9-9 嚣张跋扈的日本冠军 竟然出场时扛着5条金腰带 试图挑衅中华英雄 结果将其惹怒擂台狂轰几十腿 打得狼狈不堪后悔来中华 王洪祥来自于山东 擂台打法十分刚猛霸道 打败过多位世界名将 就连击败过泰拳王马库斯的乔西里 都是王洪祥手下败将 在中国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 这也导致很多老外 眼红嚣张来华挣票子 今天这位来华挑战的小日子 泰嚣张身批5条金腰带出场 还是日本空手道三界王者 名叫King 日本选手想要领略一下 中国功夫的厉害 赛前也是丝毫不把王洪祥放在眼里 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 让我们看一下 王洪祥如何给他上一课 比赛开始后 双方互换腿法 王洪祥主动压制上前 打出一记凶猛的后手拳 日本选手无奈只能后撤躲避 王洪祥则是追上去 继续使出高扫试探 吓了日本选手一跳 王洪祥沉着冷静 不断逼近寻找机会 此时王洪祥打出组合拳猛攻 将其打得连连后退 控制在了围绳角落 直接使出前摆打中面门 日本选手显得非常狼狈 王洪祥见状并没有继续破击 但日本选手却不知死活 竟然呲牙咧嘴张开手挑衅 王洪祥也是被激怒 立马一记高扫爆头 紧跟后手摆拳攻击 日本选手还想要摟爆防守 结果又挨了一记顶膝 此时在王洪祥重拳击打下 日本选手被打得狼狈逃窜 完全没有抵抗之力 显得狼狈不堪 不料比赛的铃声响起 王洪祥在第一回合 占据了绝对优势 经过简单的休息 比赛进入到第二回合 王洪祥率先使出连续不断的扫踢 日本选手非常无奈 再次退到了角落 紧接着就是王洪祥一波腿法伺候 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非常痛苦的跪倒在地 裁判健壮也是上前进行独秒 但日本选手丝毫不投降 咬牙坚持艰难的起身 还想要继续战斗 这个日本选手依旧咬牙坚持 宁愿挨揍就是不投降 这时比赛快接近尾声 王洪祥的体力逐渐地下降 攻击的力度明显没有之前强 变得非常缓慢 但是遇到如此嚣张的日本选手 王洪祥丝毫没有停 继续拼命地用扫踢攻击日本选手 这时全场比赛的铃声响起 裁判健壮上前将两人拉开 不知死活的日本选手 竟然高举双手庆祝庆幸 自己没被KO 王洪祥则是从头到尾 都在用碾压式打法 给日本选手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最终毫无疑问 三位裁判一致判定 王洪祥以绝对的比分优势 获得了比赛胜利 在类台上证明了中国功夫 为中华英雄点赞 关注我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